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华县环境保护局 31日下午在张华县立体育馆 户外园情广场 举办美好秋夜 聚在张华星光电影院活动 结合环保戏剧公演 公益再生家具展授 以及环保主题电影院 吸引大朋友小朋友共襄胜举 再生家具展授金额 将全数捐给财团法人 雌兴有机农业发展基金做公益 为您植树 也为延缓温室效应尽一份心力 环保局非常用心 包括我们透过一些绘本 透过我们的一些戏剧比赛 把一些环保的概念 升值于我们的孩子心中 除此之外 张华县在108年的空气污染的改善 也获得全国第一 除了工部门在努力 私部门也有非常多的团体 跟学校都在用心 包括文德国小 包括我们的东罗西的文化协位 那今年会分别获得 我们第七届的国家环境的一个优质奖 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今天呢 我们除了表扬我们这个绘本的 以及我们所做的一些比赛的一个优秀的 这个学生跟地方人士之外 那我们也做了这个三个一二三名的 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比赛的戏剧的相关的公演出 那最后我们还让大家来欣赏我们的电影 最主要透过电影 寓教娱乐的方式 那以这个习食这篇电影 让大家能够透过这个寓教娱乐 然后来真正达到我们 这个共同来 跨过来环保的一个概念 活动现场还设有美食摊位 让民众除了是听觉的饗宴外 也能享受美食 同时为了响应 习食主题与减速政策 现场不提供餐具 本次环保戏剧公演 结合户外星光电影院创新的活动方式 希望大家在繁忙的生活中 能够用轻松的方式实践环保 关心环境议题 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导